现在加拿大温高华时间的节就来接近12点 这一节主要是谈论腾讯的TenSense 以及谈论今天香港搞成这样 其实与腾讯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可能有数不知 我特地要提给大家听 特别是对于国内的朋友 当然他们翻墙看到YouTube的话 这一节对他们非常重要 让我们知道为何他们是会拿到错误的讯息 而因为这样误导了他们 或者让中国大部分的人误判了世界局势 以及误判了香港 而引致到今天被人制裁、被人打击 我们先从TenSense 腾讯的股价开始说 腾讯股价在我后面 腾讯股价是502元 刚刚跌了25元 25.5元 当然说上一天收市价 现在在红线这里 腾讯呢 我可以很大胆地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听 背着眼睛都要跌到450元 第一节 第一节 背着眼睛都要跌到450元 先看看自己的样子 我将它放过少少 就是说 腾讯背着眼睛都会跌到450元 但之后会怎样呢 之后呢 要说给大家听 大家可能会更加惶恐 对于腾讯来说 美国要制裁腾讯 当然腾讯属下的公司和产品 禁制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个人 或者是美国的任何企业 是不可以和它做生意 还有大概40天左右 就要严格执行 好似我们自己的加拿大人来说 那我们已经是要 马上准备把腾讯落架 因为加拿大都是五眼联盟之一 我们都是在美国的隔离 那我们现在是 什么都和美国有很大的关系 进促贸易 尘亡此寒 所以加拿大一定是紧跟随美国 那还有 加拿大的国人 像我们这样 驾车 20分钟 就已经过了美国 如果开关的话 坐下这个游船 一出海不够20分钟 已经去到美国境 就算我们在温哥华 坐船去维多利亚 即我们那个省府 去旅行 一个小时的船 中间都可能是穿过了美国的海域 在这个情况下 为了触犯法例的话 那我们的手机 是否全部将腾讯下架呢 在这里第一点来说 那就是 你不用腾讯的时候 可以建议大家 可以用 暂时可以用微远的SKYPE SKYPE OK 因为SKYPE 暂时来说 比以概迟两面都可以开 起码就是暂时 SKYPE 在中国还是可以用的 SKYPE 是很多年的 中国已经 只不过就是 它不出名 OK 那就是腾讯当然出名 所以如果大家不用 腾讯的时候 不用担心的 叫那些朋友 装SKYPE 的话 一样可以用 一样可以通讯 唯一就是 你不可以有 这个钱的交易 SKYPE 就不可以大家赚钱 SKYPE 可以视频 可以做通话 打电话 都可以 所以用了很久 OK 好了 回来说 腾讯先 腾讯的历史 因为小弟计计算机 以及计经济 和财经 其实早在 1990年代 对 90年代 小弟就已经是用那些 手机 和用这些 这叫做 checking program 就是checking apps OK 回顾 回顾 读大学的时候 都曾经试过 特意买了一台 小型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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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订得多 容量 听清清楚 4千 4千个字节 4千个字节 即4千个英文字母 连标点符号 4千个字节 但其的不好处是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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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做什麽呢? 每个人都有做过坏事 不要学,你现在年轻的听到 出猫口试 当然试过一次之后发觉非常失败 确实很失败 因为如果我想看第2500个 那个alphabet是什麽的时候 我就要由第一个开始按 按得来都稳分 一个小时试试 是吧? 之前用了三四日的功夫 key in information 但轻硬就是你key in information 的时候 用了三四日 就变得好像是温书 其实已经知道了,记得了 但到时想核实答案的时候 根本没有时间 那一年代 就是用这样落后的IT 元件 我说了一件事给大家听 就是你可以发现 原来我这麽早就已经是 开始利用这个硬件 去帮助自己考试 结果是失败的 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靠自己的脑子就算了 因为太慢了,硬件太慢 所以现在说给大家听 QQ腾讯是怎麽起家和关系 三言两句就说完了 以前我们用的时候 早在80年代 我们是电话通讯 是用电脑打 没有graphics 只是输送文字 Hello, 你好吗? 大概在84年到 83, 84年间的时候 已经是有了 不关系大学与大学之间 你上去找那些朋友圈 就是电脑 全部不是碩士博士研究 就是那些科学家 你跟他说什麽呢? 很闷的嘛 这个年轻人 所以打了几个字 以后都不玩了 但是后来到九年年代 就出现了这个叫ICQ 应该是美国的 ICQ就是等于QQ QQ的前身 其实就叫ICQ 所以也很流行 小弟有时去中国、香港 到处出差 都用ICQ 跟大家通讯 那时候是省了很多钱 因为特别在落后国家 你发全真 他用三元美金一张纸 两元美金一张纸 逐张纸和你计算 那一搭全真 我们做生意的时候 发觉那一搭全真的 的重量是比黄金贵 因为你两三元 那一张纸 你就知道了 美金 好了 后来用了ICQ 之后又方便很多 ICQ很流行之后 中国就开始 慢慢IT业蓬勃 开始去抄软件 我用抄这个字 是事实来的 就是QQ 抄ICQ 抄ICQ之余 有一个效应出来 你记住 中国人多 数据多 和demand 多 ICQ 在美国出品 但美国用的人不多 最多是一千万二千万人 但在中国的时候 他抄了ICQ 叫了名叫QQ 然后跟着 用的用户量多 用户量多的时候 一说就上亿了 变成了 他就可以很快收到 很大堆的资金来源 结果是什么呢 腾讯因为抄习ICQ 这个是一个导门的 这个是例证 活生生的例证 用家去作证 然后 买起了ICQ QQ是抄ICQ的 然后 买起了ICQ 当然 在中国人有一句古语 清出于男 而胜于男 当然 如果你是用名正言顺 你自己create的 自己生产的 别人会赞赏你 但是你抄袭的 我就一定不会赞赏你 我只会觉得你抄 然后你怎样 还要出 食碗面反碗底 连师傅你也召了 打死了 好了 而这样上位 QQ之后 就发展成为wechat 而wechat到今天 所以大家要理解 这个第一点是 他的发展出来的发展史 本身就是不够光明 不够光明正大 甚至乎是由抄袭起家 这些可以做research 研究 你打开这个 就自然知道 Eric所说的 是句句真话 好了 但又说到为什么腾讯 会搞成今天香港这样的环境呢 这个就当是Q&A 就是当你和中国的国民 去聊天 即是中共的人民聊天的时候 你会发觉大部分人 都被误度了一种思维 那个思维就是 他们都觉得 香港人的反送中运动 香港人的去年的抗议运动 上街 包括年轻人 原来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他们 中共的人民 是以为香港人是要独立 这个其实很荒谬的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说 香港东江水是靠大陆的 香港四百公里平方 还有四分一半都用不了的山 只有豆腐润那么大的地方 还有就是受到这个 解放军所监控 又怎样搞独立 香港人 你看上街示威的时候 只有一把遮掩而已 只有一把遮掩而已 为什么是党出雷弹 那谁说给中共人民 14亿人口 听说香港是想搞独立 腾讯 那谁做幕后操守 那些人 那些是经过政府批准 好了 他们的目的我们不要说 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到今天为止 全中国的人民 都是以为香港人为了独立 为了搞独立而上街 这个是方天下之大谋 还有我们的广东话 叫愚蠢到不愚蠢的 但是有人相信 为什么 因为腾讯 为什么 腾讯这么多亿人用 亿亿亿用 你从微信到慢慢发 发什么呢 说这个是香港人搞独立 香港人搞独立 方言 说了一千次 就变成真理 然后加上梁振英 前特首推波作乱 为什么梁振英 梁振英会说香港是想搞独立 想拿维稳费 还有他想拿到国家的支持 其实梁振英 在那里骗了中央政府 但是中央政府 是知道的 但是中央政府 觉得这条招式好用 是想搞不怕狗 最重要是受 因为只要 既然梁振英 告诉我香港是独立 我纯粹推奏 中共政府很厉害 很聪明 纯粹推奏 就说香港人搞独立 那么明正言顺 可以 镇压你 最主要是 不让你有普选 普选 什么叫普选呢 普选对于非香港人的 我们所谓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 香港人要普选就是说 在英国给香港给回大陆的时候 就在那里有个承诺 就是给香港人 一人一票 选自己的市长 一人一票选自己的市长 一人一票选自己的立法委员会 这个是在之前是承诺了的 但是97年之后 就是一直拖一直拖 就不让香港人去自己选自己的市长 大家要明白 好像在广东省很多的院士的市长 都是用钱买回来的 甚至乎经过访问 你看到很多都是 乡黑的人 有权有势 这样他给钱贵赂 他就做了市长 那结果怎样 把地卖给其他人 搞到居民本身 是没得得益的 乌陷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 香港人很简单 就是说 我需要一人一票选的市长 叫普选 当你看到狮子山有一条环颜 扔下来叫做我要真普选 实际上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自己选自己的市长 其实香港人从来都不理你中央的政治 不理你国防 不理你国家 国安什么都不理 他只是想一个安居乐业 想自己选自己的市长 结果 这么少的议员 你答应过的 但你没做到 中央政府没做 中共政府没做 这个是 当他没做到的时候 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损失 好了 但是对于中共政府来说 是更大的损失 因为在整个世界来说 我们最重要是说生意 说东西 最重要是承诺 你的承诺 你答应了别人的事要做 但当你答应了别人不做的话 别人就会怎么看你呢 你就会没了承讯 这样 谁告诉中央政府 谁告诉全中国人民 香港人想搞独立 抹黑香港人 腾讯 大家理解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在十几年前 美国的Google Facebook 已经被中国封杀 而今天 美国才封杀腾讯 作为香港人的一份子 封杀腾讯 我们一定举手赞成 因为腾讯就是中间的太监 腾讯就是中间的 那个就是那个 温室 或者是那个 搞到我们这个国家主席 误判 或者搞到我们 中国的人民 误判了以为香港是反骨仔 这个很傻的 八九之后 特别是这个文革之后 改革开放 哪些人第一批 上去香港 上去大陆 哪些人第一批 去帮大陆去开发 手把手地在广东撤厂 教大陆的人民 去怎样去做工厂 一步一步做上来 是香港人 是香港人 香港人的贡献 今天被抹杀了 还要派200个警察 上到香港的报馆 去抓人 这叫做粗暴的行为 结果都是因为 腾讯作怪 腾讯告诉中国人 香港人想搞独立 如果你说香港人想搞独立 我又知道香港人想搞独立 我都用棍去帮他 你讀什么独立 因为 在经济立场 在各样的环境上 你没有条件独立 你不要说这件事 你做一些实际的事 香港人 没有人想搞独立 就是很少 描描的可能一百几十个 都是梁振英击出来的 甚至乎我怀疑 是本身 中共政府自己派一些人 去动下独立之旗 去整色整水 为了抹黑香港 那谁将这些信息传开去腾讯 今天的中国人民 为什么这么不喜欢香港 dislike 这么unlike香港 腾讯 所以 腾讯这一下被人被制裁 是你想想 有前因 必有后果 OK 好了 腾讯现在是 大概五百元港币 如果香港来说 未来的日子会是怎样呢 我们说回经济 当你一旦被制裁 你走的是在iOS 苹果手机软件上面走 你在安卓 Android 手机软件上面走 结果大部分 九成以上的 这些手机 全世界的手机 都是走这两个系统 那你新机就不让你装了 旧机的话 旧的手机 如果你要下载 或者更新你的系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又不让你装 所以结果腾讯是会在世界以外全部 就没有了 那唯独就是在中国以内有机会 但是当安卓和iOS同时都封锁了在中国的手机 所以我不管你全世界 总之你是在用安卓 用iOS的 都要被封锁的时候 连中国内部都不可以用腾讯 所以聪明的就要另外找一个新的软件 新的方法 变成了腾讯的股价是会 到跌到去一毛子两毛子的时候 可不可以一日变成三毛几只呢 苹果日报就行 腾讯就应该不会了 腾讯是应该会一插到底 这个是在经济上面的角度 当你全世界的手机都不能用腾讯 腾讯还有什么意义呢 支付宝我上个礼拜已经开始不用了 这个礼拜我们开始要删除腾讯 还有要清除腾讯 因为我们在加拿大 亦都要避免被制裁 所以不是个人不喜欢你 是因为美国佬要制裁你 接着我们不想犯法的时候 我们也要帮忙把腾讯下架 今天很多谢大家收看 每一天我都会讲一些中国的误导 或者误导 为什么会搞到今天这样的情况 和经济一起结合 每天讲少许 希望大家支持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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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